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看3-3的范例2 水平抛射的第二个范例 轰炸机以每秒200公尺等速度水平飞行 再离第1125公尺的高空投擲炸弹 结果准确的集中目标A 如图所示 射重力加速度G是10 代表速度每一秒变化为10 则撒旦在空中飞行的时间是多少 好 那我们从前面的一些影片还有介绍 我们知道水平抛射呢 它的牵直方向呢 就是从禁止落下 是一模一样的 它们是同时落地的 所以今天就算它是水平抛射 但是只要它的高度知道了 只要它知道它的高度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从禁止落下来处理 落下时间与从禁止落下相同 所以呢 这样我们知道它的落下距离是1125公尺 那我们就当作它是从禁止落下 就可以算出它的落下时间了 那从禁止落下的话 就是二分之一GT平方 那落下的高度1125 结果是二分之一乘以10 再乘以T平方 算出来的结果T是15秒 这就是第一小题的答案 那得到了15秒之后呢 第二小题是想要知道它的水平射程 那水平射程意思就是水平方向它走的多远 也就是水平位移 那水平位移呢 其实就是X DOTAX 那DOTAX其实就是初速度去乘上时间 因为它是一个等速度运动 对不对 那它的初速度 炸弹的初速度是200 跟这个飞机一样 那时间呢 其实这些题目啊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时间啊 这个时间其实就是从你的落下高度去得到的 得到这个时间是15秒 你越高当然是越久才落地 可是重点是水平抛射落地时间 跟从禁止落下的落地时间会一样 所以呢 我们从第一小题得到了时间15秒 所以结果它的水平位移就是3000公尺 这就是第二小题的答案 第三小题比较难一点点 但也没有很难 命中目标时求它的顺时速度 顺时速度 那这里也一样 我们拆成水平速度和千值速度 VX和VY 那可是VX是等速运动 水平方向是等速运动 所以它会维持200 然后呢 千值方向呢 是GT 从禁止落下 越落越快 千值方向的运动 的情形 跟从禁止落下 一模一样 所以 它最后它的速度量值是多少 它的水平方向的速度是200 而它的千值方向的速度是10去乘上15 结果是150 所以它的一个最后的速度会是长这样 最后的速度呢 是长这样 向右是200 这样水平方向是200 然后呢 千值方向呢 是150 然后合成 我们需要把它合成 合成之后 才是它真正的速度 我们用绿色来表示 那 各位不要傻傻的去把200做平方 再加上150的平方还更好 这个 可以提出 可以提出 50 所以其实可以把200看成 50乘以4 150看成50乘以3 那结果呢 这个斜边呢 就会是50乘以5 345的三角形 3比4比5 所以这个斜边的大小 就会是250 所以第一小格 250 那第二小格要问的是 跟水平方向的夹角 跟水平方向的夹角 跟地面的夹角 那这个的话只能记起来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特殊的直角三角形 各位都有记过 30 60 90度的 我们稍微画一下 虽然我没有画得很精准 不过这个是30度 60度 90度的三角形 它的三个边是1比 更好3比2 这相信各位都有记得 但现在跟各位介绍一个新的 也是直角三角形 叫3比4比5 我没有真的照它的长度去画 只是4亿而已 3比4比5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角度会是37度 那这个角度会是53度 那恰好就是今天的这个情况 今天的这个情况 它刚好是3比4比5 好所以这个角度答案就是37度